开学啦!哈哈哈哈!我死啦! 还有20张卷子没有写 我要打过去学校抄学法的答案 女儿啊!你可不能像弟弟一样没出息 去学校多给我揍你几个刀骨帅来 妈妈不要让我再撑你了 我就是个男生 你们两个能不能走快一点 不要影响我在地上捡钱 我的美少女真是 你来拿呀! 狗蛋同学,我们又在一个班了呢 你什么蝴蝶结啊!这是有病 小班你给气的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登班 你的蝴蝶结就是很丑啊 看我的领带多帅 起码你们还没得七顶带 一个月只有十块钱 懒得跟你这种穷人说话 上课上课 我来不及逃课了 又要来给一群傻蛋上课了 诶!这不是市长的儿子吗? 从此我要升官发达 冷静一点大家就来自我介绍一下 最有钱的先来 很感谢大家今天提聚一堂 一人就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就是这个班最有钱的人介绍 还有谁想做的介绍 大家好,我是二号男嘉宾阿强 今天我来到这里是要找一个 长这样的女生 哈哈哈哈 这女生会成功啊 你怎么了? 啊呜啊呜 老师,我绝对不是在想我的女朋友 我是在想今天的功课 请不要误会 这个小孩到底在自言自语什么呀 我吵死了,你能滚住我的教室吗? 快打死,这我老婆拿出来给大家瞧瞧 这就是二次元 今天可能我来 来一次也羡慕哈,老师 嗯? 嗯? 同学们啊,老师我呢 想给大家讲个故事 从前,有个男人 他非常喜欢二次元 可是呢,大家都说 动画片是给小孩子看的 所以啊,这个人一直没有勇气 走进动漫周边店里面 你们今天,能够实战的玩这些东西 其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嗯,太高了 好可怕 老师,我把我的二次元老婆送给你了 天哪,不会吧 这么容易就上钩了 你脑子果然有点问题 今天只是有交易移密的一天 那么,嗯?